九層塔鮪鱼沙拉完成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熱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我想鮪魚是一個營養價值很高的肉類 而且它很容易取得 你可以在超市買到它的罐頭 有油漬的也有水煮的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這裡就是創意鮪魚沙拉要準備的材料 一個鮪魚罐頭的鮪魚肉 半顆洋蔥 然後沙拉醬 然後呢 這是用東方口味的九層塔 現在要來切洋蔥丁 這個是洋蔥 然後這邊是它的根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我切掉一些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不要切斷 然後這樣子 像這樣子 它每一個都是連在一起 因為如果它散開的話 等一下就切丁很難切 所以我們先 不把它切到底 切到再快到尾巴 根部這樣就好了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再握緊這邊 然後呢 就這樣子切下去 你看 這樣就很多很多洋蔥丁 那這邊如果不好切 你就拿去做菜 或做其他用途 這些洋蔥丁夠了 大概1比1 體積1比1 鮪魚跟洋蔥丁 那把洋蔥丁放下去 再來我們擠上沙拉 那沙拉有潤滑的效果 而且它有調味了 所以會很好吃 那拌進去就不會很多了 這樣看好像很多 等一下拌進去就不會了 你可以用到半條以上 你看我開始在剪這些葉子 這個是九層塔的葉子 那正統的話是用石螺的葉子剪碎放進去 但是因為現在夏天到了 沒有石螺了 所以就想說用九層塔來替代 做一個有東方味道的那個鮪魚沙拉 那這個夾麵包啊 或是放在沙拉上都很好吃喔 那因為這個九層塔味道蠻濃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剪細一點 然後拌勻在整個鮪魚沙拉裡面 好這樣剪好了 然後把它拌一下喔 對了 應該可以加一些胡椒 胡椒有提香的效果 很適合 你看那個沙拉 我大概擠了半條 你看拌進來 之後就不覺得沙拉醬很多了 對不對 再把它拌一拌 我補上一些黑胡椒 像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可以放在那個小的鹹餅乾上面 當作它的餡料 我今天要做的是夾在麵包裡面喔 這種麵包很特別 叫新英格蘭寶 那就我先放兩個新鮮的番茄在這裡 然後我裡面要夾的就是鮪魚 剛剛做好的鮪魚放進來 把它夾起來 這樣子 等一下來試吃看看 九層塔鮪魚沙拉完成了 耶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用九層塔替代 冬天才有的石螺 做出一個創新的沙拉 然後夾在麵包裡面 我來享受看看 這個麵包是軟麵包 搭配這個沙拉 好香喔 還有新鮮番茄的味道 然後有淡淡的九層塔香 如果喜歡種口味 我覺得像剛剛那樣 你可以加更多的九層塔進去 不過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鮪魚味道多於九層塔 是比較美妙的 然後那個新鮮的口感 來自於那個洋蔥丁的 脆脆的洋蔥丁 然後一些辛辣的感覺 也是來自於洋蔥丁 我好喜歡喔 夏天食慾不好的時候 這種比較清涼的料理 比較爽口料理 一定很受歡迎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圓 生活的美好 耶 咬到一半了 等一下要繼續把它吃完